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结合之前学习到的Draw Image的绘制图像的方法 制作这样一个可以任意的对图像进行缩放的程序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怎样制作这样一个程序吧 首先我们的程序将从这里起步 那么相信学习了之前两个小节这个程序已经非常简单了 我们在JavaScript中设置了一个Image的对象 之后在unload函数中为这个Image的对象设置了它的sauce 在这个Image成功的load进来之后 调用了JawImage 在这里呢我将读取的这个图像全屏的放在了整个Quinverse的画布中 同时为了让放大的图像呢显示的效果比较好 在这里头我读取的这个图像呢是一个large版本的图像 相对的分辨率呢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这里为了演示这个程序呢 我选取的这个图像的宽和高也和我创建的这个Canverse呢是成正比的 是这个Canverse画布大小的三倍 那么基于此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添加一个滑动杆来控制整个图像的缩放 滑动杆这样的一个空间呢是在HTML5标准中新添加的一种空间类型 那么添加它的方法呢是设置一个input 并且呢将这个input的type设置称是range这样的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滑动杆 那么为了更好的表现这个滑动杆呢 我为这个滑动杆添加一些CSS的属性 这些CSS的属性包括将它的display设置成block之后呢 让它居中显示 同时呢比上边距和下边距呢有20个像素这样的一个距离 并且将它的宽度调整成800个像素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滑动杆呢 因为它也是白颜色的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清楚的看见这个滑动杆呢 我将整个这个屏幕的背景色设置成是黑色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滑动杆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呢 在屏幕的下方就出现了一个滑动杆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么HTML5呢提供了很多新功能 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中呢 是对HTML5的重头戏Converse进行详细的介绍 对HTML5其他方面的改进 有兴趣的同学呢 不妨找一下相关的资料 相信呢会获益不前的 下面我们要对这个滑稿进行进一步的设置 首先呢为了我们编程方便 我们为这个滑稿设置一个ID 我管它叫做ScaleRange 那么相应的呢 我们就可以在JavaScript中使用 Document.getElementById 这样的一个方法拿到这个滑稿的对象 我们后续获取滑稿的值 包括响应滑稿的事件 就可以直接使用Slider这样的一个对象 同时对于滑动杆在HTML层面 还可以设置以下属性 包括滑稿所代表的最小值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最小把一个图像设置它的二分之一 那么包括这个滑稿的最大值 我们设置乘三 我们最大把这个图像呢放大三倍 之后还有一个属性叫做Step 也就是滑稿每一步的布局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将它设成0.01 最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初值Value属性 那么在初始的情况下呢 这个滑稿所代表的是把这个图像 以圆大小也就是1.0倍的这个方式 显示在Converse滑布中 这样一来我们就已经将滑稿这个空件 完全的设置好了 下面我们在程序中就可以设置一个新的变量 把这个变量呢叫做Scale 这个Scale读取的就是当前滑稿所表示的值 那么使用的就是我们创建好的滑稿对象 Slider.value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剩下的任务就是我们在真正将这个图像 绘制到Converse上的时候 是要将Scale背的这个图像绘制到Converse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能简单的直接调用JourImage这个方法了 我们将创建一个新的函数 我管这个新的函数呢 叫做JourImageByScale这样的一个函数 传入Scale这个参数来将Image这个图像 以Scale这个背数绘制到我们创建的Converse上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 JourImageByScale这个函数应该怎么实现 在JourImageByScale这个函数中 首先第一步非常简单 我将创建两个新的变量 分别叫做ImageWidth和ImageHeight 来表示 当这个图像放大或者缩小Scale背以后 现在的这个圆图像到底有多大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圆图像的一倍的距离 我给它设成了一个定制 就是1152乘以768 当然了熟悉软件工程的同学 明白怎样写了并不好 我们在这里呢 主要是来阐述图像绘制相关的接口 所以呢 先把这些问题抛在一边 我就写成这种静态数值的方法 那么来计算出了 经过Scale背的放大或者缩小以后 当前的这个Image的长和高 下面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在计算出了经过放大之后 这个图像的长和高之后 那么如何计算出正确的参数值 让它显示在屏幕中呢 如JAPPT所示其中绿色的这个方块 是代表我们放大后的这个图像 而蓝色的方块呢 实际代表的是我们的Converse 那么这个红色的标的线呢 表示当我们把这个图像放大之后 我们希望显示的效果是 图像的中心和这个屏幕 Converse的这个画布中心 是在同样的一个位置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来提供两个思路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思路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桌Image这个函数的第三种调用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计算出 圆图像 我们称之为source image的 sx和sy的位置 在这个位移上 选取一个converse width和converse height 这么大小的一部分图像 把它完全的贴在这个converse上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具体sx和sy如何计算呢 大家通过这个图示 应该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 在scale是放大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sx呢 就是二分之一的图像的宽 减去二分之一的画布宽 这就是sx 同理sy呢 就是二分之一的图像高 减去二分之一的画布高 下面我们来具体编程实现一下 根据刚才的分析 我们首先在桌Image by Scale这个函数中 计算出sx和sy 那么sx就是image的width除以2 减去converse.width除以2 sy呢相应的就是imageheight除以2 减去converse.height除以2 那么计算完这两个参数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可以调用context的 drawImage这样的一个方法了 那么我们希望传入的呢 是九个参数 其中第一个参数 是我们要绘制的图像 下面四个参数呢 分别表示圆图像的位置 分别是sx sy 同时呢 我们从这里开始选取圆图像的 converse.width和converse.height 这么大小的一部分图像 把它贴到目标的converse上 贴的目标的位置呢 是从00开始 那么一直到依然是 这根画布的大小 就是converse.width和converse.height 这样的一个位置 现在我们就已经实现了 drawImage by Scale这样的一个函数 为了测试一下这个函数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编写相应的交互的方式 所以我们手动的呢 把这个scale range这个滑杆的初始值设置成3 看看此时converse画布上能不能显示一个三倍的图像 在画布的中心 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运行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们设置的初值是3 是这个滑杆的最大值 这个滑杆呢 自动移到了最右侧 同时这个图像就是相应的三倍的一部分图像 挥制在了整个converse中 但是我们做进一步的测试 会发现这个方法并不好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滑杆 不但能够放大这个图像 还能够缩小这个图像 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把value的值改成0.5 会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逻辑判断一下 此时这个scale就是0.5 意味着这个image width将比converse width要小 也就是说我们将计算出的sx和sy都是一个负数 那么这样的一个负数呢 并不在圆图向上 其实这个呢并不是问题 此时调用Joy image中 如果sx和sy是负数的话 那么将选取一个在图像外面的点 那么没有被图像覆盖上的地方呢 就不显示图像 可问题是此时整个图像是缩小的 所以这个图像的长和高都应该比converse width和converse height要小 那么我们这样写呢就不正确了 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尝试一下 在这里加入一些判断之后 能够用同样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为了更加统一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呢我们介绍第二种实现的方式 刚才的方法我们思考的逻辑是在放大的图像中 裁剪出和要显示的这个画布同样面积的一个图形 那么这种裁剪的思路呢放到缩小的时候就不适用了 所以呢就需要相应的判断 比较麻烦 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 那么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显示整个的图像 只不过我们显示这个整个图像的时候 不管是在放大的时候还是在缩小的时候 显示这个图像的左上角的坐标不一样 此时我们计算出的这个SX和SY就可以理解成 是我们要显示的这个目的图像的左上角坐标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Scale是大于1的数的时候 整个图像放大SX和SY都是负数 整个图像将从Converse的外面开始显示 不过呢不在Converse的部分呢会被自动的裁掉 但是当Scale小于1的时候图像是缩小的情况下 此时SX和SY就变成了正数 那么这个目标图像就会在Converse内部的一个点开始显示 这样一来就统一了我们的显示逻辑 那么可能有的同学还没有完全的理解 我们下面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相信大家就能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了 我们把之前实现的这个逻辑代码注释掉之后 我们采用我们的新的逻辑 在我们新的逻辑下计算的实际上是DX和DY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此时DX描述的是目标图像它的左上角的位置 所以呢跟我们刚才计算的SX呢 其实是反着的 所以呢我们用converse.vis除以2 减去imageV4除以2 这就是我们的DX 相应的DY呢就等于converse.height除以2 减去imageH除以2 计算好DX和DY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context的桌Image这个方法了 我们采用传入5个参数的调用方法 我们希望将image这个图像 绘制在以DX和DY为左上角 imageV4和imageHeight这么大小的一个图像 请大家再体会一下 我们使用这样的方法 实际上不管这个图像放大了多少倍 都将这个图像整个绘制了上去 只不过我们计算出的DX和DY 有可能是一个负数在我们要显示的这个画布的外面 那么落在画布外面的图像就不会被显示 而落在画布内部的图像 就是我们期望的一个结果 那么使用这种方式呢 如果我们的scale是一个小于1的数 也就是说我们缩小图像 那么此时DX和DY呢自然就是一个正数 我们绘制的图像就将在converse的里面 同时imageV4和imageHeight也可以正确的保证 所绘制的这个图像的大小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逻辑 依然是首先我们尝试把Value设置成3.0 也就是看看放大图像的显示效果 运行这个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放大图像的显示效果是正常的 下面我们再尝试一下把这个Value设置成0.5 也就是缩小的显示这个图像 我们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的显示结果是这样的 缩小的图像以它缩小后的长和高 出现在了整个画部的正中心 那么此时对于这个画杆来说就在它的最左侧 如果大家对这个逻辑还没有非常的理解的话 不妨拿笔在纸上画一画整个画部和这个图像之间的一个关系 相信大家都能够掌握这样的逻辑 那么下面对于我们这个demo来讲 就剩下如何使用滑杆来进行交互了 我们在下一小节详细的讲解这个问题 我们在下车上的课程中 感谢观看